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前嫌大家好 很高兴又来到孟子选读讲座 今天第26强 继续介绍黎楼张句下 有五张 先胜后胜其魁依也 小恩小惠不知为证 君臣之道恩义为报 丧行下效还有天理与人情 这一个标题先胜后胜其魁依也 我们也经常会引用到 孟子的这一段话 我们仔细去体会 顺生于诸逢 迁于腹下 足于明条 东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齐周 足于碧莹 昔夷之人也 帝之相去也 迁有余礼 士之相后也 迁有余岁 得志行乎中国 若何福节 先胜后胜其魁依也 这段话很有滋味 后学读到的就是 古圣先贤 一脉相承的道统 先圣后圣 圣圣相传的大道 圣贤的心法 法脉相传 心火相传 绵圣不绝 其魁依也 就是一贯相通 这样的一个榜样表率 那是一贯相承 一脉相承 孟子提到顺帝出生在诸逢这个地方 后来搬家迁移到腹下这个地方 最终是在明条这个地方归空过世 那顺帝本身并不是中原的人 他是东夷 以中原来讲 四方 东边的叫做夷 西边的叫做西戎 南、满、北、敌 那满夷最主要意思就是 这个文化落后的这些民族 这些地方 顺帝不是中原人 他是东夷 东夷人 那文王呢 顺帝也是中国历史上 这样上古时代的圣民的帝王 圣王 文王也是圣民的帝王 文王出生在齐州的地方 他不是在碧影这个地方 他是个西夷之人 所以两位呢 从雪原上都不是中原人 都是属于蛮夷之人 但是虽然他们血原上是蛮夷之人 却在道统上是圣民的帝王 所以在这里后续也体会到 现在会有很多批判 说好像大中华的一个沙文主义 或者是一个大汉的沙文主义 其实我们看孟子的这一段话 感受不到一种文化的一个优越 文化的一个好像压迫 反而是一种民族的平等 反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重点在于那个真实 而不是你的出身 并不是说汉民族就比较高贵 中原人就比较高贵 四方的遗敌就比较卑微 没有 你看顺帝跟文王 一个是东夷人 一个是西夷人 都不是中土人士 严格讲 他们应该就不是汉民族 而是少数民族 但是他们成为圣人 所以在这里后续感受到 一种平等法新 一种民族的平等 一种不是问出身 而是问他真正在德行上 道德上的一个成就 地之相去 说起来顺帝在东夷 东边诸逢 那文王出生于齐州在西边 地理上相聚有千有余里 各位前贤 地理上相聚还蛮遥远的 但是地理的遥远 阻隔不了圣人的心火相传 那以他们的时代来讲 相隔呢 四之相后也 前后相差千有余岁 相差有一千多年 所以超越了时间 超越了空间 各位前这样的一个 圣相传的一个心法 一个道统的延续 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空间 这不可思议的 他们都做到了 德智行乎中国 当他们德智 也就是有所发挥的时候 能够将圣贤大道 传播于中原大地 行乎中国 若何福解 虽然地相差千有余里 时间相差千有余岁 但是仔细考察 他们的行为 似乎这样的一致 圣圣相传的大道在他们身上 这样的言行举止 齐心动念 看到的是一脉相成一致的 若何福解 就是很符合 很一致 这就是先圣后圣 齐魁依也 他们所视线的那种风范表率 是一脉相成一贯相通的 读到这里 也真的有一种 有一种很深切的感动 就是超越了时间 空间与空间的一个圣贤的星火 延续 绵绵不尽 而到今天 我们科技苍鸣的时代 在上古时期 所谓清阳旗 道在君王 所以 顺帝 文王 都是帝王 有道明君 无道昏君 但是后来 时宜是义 清阳旗 弘阳旗 道在 师儒 像到 孔子孟子的时代 这个传承大道的 已经不是帝王了 而是这些大儒 大学者 大学问家 孔子孟子 他们也都是成绩的 圣贤的星火 一脉相成 而今天所处的是 是白羊时期 白羊时期 道将火宅庶民 而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 我们都可以去 承贤启后 去既往开来 去传承这圣贤的一个星火 我们也都在承接 我们都可以来立身行大道 都可以来弘扬真理大道 这一段我们做一个解义说明 孙出生在朱逢这个地方 后来迁徙到腹下居住 最后在明条过世 是东方偏远地区的人 周文王出生在齐州地方 后来在碧影过世 是西方偏远地区的人 他们两位所在的地方相隔一千多里 以时代的先后相差有一千多年 然而得志以后将中国推行大道 在中国推行圣贤大道 却完全是相合的 就好像相合的程度就好像 把左右两半的符节合在一起 这么样的紧密 若和符节 由此可以知道 无论是在之前的圣人 还是在之后的圣人 他们所遵循的法度是一样的 一脉相成的道统 我们再进一步探讨 这一段发人深行 这一章是在论圣人的事迹 虽然有不同 他们所处的时代 所成长的地方 生活的地方 呈现的事迹有不同 但是圣道却是相同的 举了大顺帝跟文王来做证明 圣圣相传的道统心法 有窥一的法度 梦子讲明圣道的一贯合同 说世界统一在道 道统一在圣人身上 老师说 为皇将宗礼一贯 遥顺文武续阶成 天命的真传 有道统的真传 信礼的真传 还有这三种 天命的真传 道统真传 还有信礼的真传 这也是维系世界和平的 癸一法度 所以在这个时代 我们能够研究 商教圣人的心法 也感觉到非常的 予有荣烟 也感觉到法源很殊胜 所以地不分东西南北 人也不分红黄黑白各种人种 实也不分古往今来 凡是能够守出顺物 不被一方一时一足的习俗所居限 而能够尽兴完善天道的圣人 都可以让世界归向大同 圣圣所传的心法 所留下的经典 印证起来真的都是若和福解 都是如此的心心相应 如此的一脉相成 一贯相通 癸就是度的意思 是孔子从心所欲不欲举的那个举 大学学起之道的那个举 老子无名之仆的那个仆 其实就是道 圣人都是用魁仪的法度来度量 时事 风俗 人情 行道色教 来裁成明智明心 就像用此来量物 该长该短 该方该缘 就是随方就缘 应激应缘 裁剪出适用的器物 所以有这一脉相成 有这一理相通 却又能够万变不离其中 都能够一本善万书 万书能够归一本 所以说先圣后圣 其魁也 在此我们也想到 这也就是东方有圣人出 西方有圣人出 其心同 其礼同 在这个时代 地球村的时代 比起孔孟他们 当时所处的中土地区 我们在这个时代看了天下 那就是全球 那就是世界 甚至也可以放眼宇宙 用宇宙的心怀 来探讨人生 我们地球村的时代 超越了国界 超越了种族 超越了宗教的繁离 用一种宇宙心怀 来体会 来体会圣贤大道 超越时间与空间 心同理同 从此看来 给不出和同而一贯的道 那就会落入分歧 只能划分国界 划分种族 划分文化 划分不同的宗教信仰 划分各种的学说法门 那就会支离破碎 那都是局部的片面的割裂倒数 而不能真正打造出所谓的大同的世界 所以重点就是要合同一贯 一脉相成合同一贯 一本善万书 万书可以归一本 能够超越各种门户 各种这种界限 而能够通达无碍 超越一切 才能够贯通一切 这值得我们都继续去努力 在道理上能够贯通一切里 能够超越一切的形象的 繁离的阻隔 而能够贯通一切 才真正能够达到一种东方圣人 西方圣人 心同理同 先圣后圣 习魁以也的 这样的一个心法的贯通 道迈的承接 才能够真正落实世界大同理想的实践 否则也只是一个口头禅而已 那么进一步 我们下一章就是小恩小惠不知为政 职产是郑国一个有名的政治家 职产听郑国之政 有就是他在做宰相主郑国的时候 他有这么一件事情 以及成于寄人于真伟 真伟就是郑国国境内的两个河流 那他也很大方 就是让他的坐车 能够让人能够渡过真水 尾水这两个地方 各位前前 他所沉于也就是他自己的自用的这些车船 各位前我们看到是不是对老百姓很好 他把他的用车用的船给老百姓能够渡河 渡过真水为水这个河流 但是孟子不以为然 孟子曰 会而不知为政 说虽然这样的做法 对人民是有恩惠的 但是为政 主政应当要有一个大格局 不是给老百姓小恩小惠 岁11月屠杠城 12月于良城 屠杠城的意思是说 既然老百姓有这个渡河的需要 那与其我们拿自己的舟船架车 给老百姓方便 那你能够给多少人方便 还是有限的 那是不是从一个治国理政来讲 那就要考虑这个河是不是要给他架桥 那架桥大家通行才能够方便 这才是长久之据 治国理政应当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大局 那在11月 11月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屠杠 可以说就是人形的这个桥 人形桥比较容易 去架起来 12月于良城 在12月 那就于良就是能够 能够让车子也能够通行的 这个比较大的桥 桥梁 各位前前 应该治国理政考虑到的 不是只是我拿我的舟船给人民方便 应当考虑到这么多人 你不可能大家都来搭乘你的舟船 你能够施恩的对象还是非常有限的 那根本要解决 就是要搭起桥梁 搭起桥梁 首先人要行 车要走 那人形的桥比较容易建设完成 那么进一步再架起大桥 能够让这个车辆也能够行走 那这样才能够真正根本解决 人民渡水的这个渡河的问题 民为并涩也 这样就能够让大家不为这个涩水所困扰 所以一个君子在治国理政上 给人家方便 那当然也可以做 但是有办法让人人都方便吗 我们自己的舟船给人家去渡河 但是有办法照顾到所有的人吗 当然有限的 所以为政的人呢 你只是要讨好人 你每一天都去讨好人 但是你能够讨好到所有的人吗 各位前嫌 所以小恩小惠讨好的人是有限的 为政呢 他不是讨好个别的人 但是他帮助到众人 这才是为政的之道 好 这里值得我们也省思 我们在很多做事的方法上 是不是见树不见灵 是不是也落入了小恩小惠 不知为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值得我们反省 我们再解议探讨一下 从前 职产在主持郑国的国事的政事 曾经用自己坐的车子 在冬天载着百姓来度过珍水跟微水 免得他们涉水受冻 但是孟子就批评了 职产只知道是些小惠 却不明白行政的大体 如果在11月的时候把行人的小桥造好了 12月的时候把行车的桥造好了 那人民也就不会为了徒步渡河而发愁了 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够把正事处理的妥当 大家出行的时候 驱使行人回避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渡河的人很多 那么多 哪能够把每一个人都搭载过去呢 所以处理国政 只是想要用私恩私惠小恩小惠 让每一个人欢喜 一辈子的时间也不够讨好大家 所以各位前贤 这里给我们体会的就是 做事情要看大局 不要只是看了局部 我们要建树也要懂得建灵 不要只是建树不建灵 我们进一步探讨 这一章 论为政要用大德不要行小惠 各位前前搭起桥来 这是一个与众人的利益 这是大德 我们只是把自己的私家用的船 舟船给人家搭载 这只是行小惠 有限 首先点名惠而不知为政 就是孟子对职产这样的行为的一个评判 惠而不知为政 那这一段就是一开始点名的 惠而不知为政的主子 那中间论人政要及时实行 把握时机及时就去做了 末段论私会是无益的 所以在这里孟子的篇章当中 也都会有这个内容的前中后 我们去读出段六的一个重点不同 孟子怕一般人看到资产 施惠于民 把资产偶尔私恩小惠 当作一个榜样 当作一个美坛 当作一个施政的要理 这就误导了后面的人 在治国理政上 也落入了私恩小惠上面 所以提出来作为一个教训 作为一个提点 那正是要有经国祭祀的雄才大略 要有可大可久的规划 所以诸葛武侯诸葛亮说过 治是以大德不以小惠 这都是伟大的政治家 他们看的就是大局 他们不是在这个局部上 小恩小德上小惠上面去着力的 而是从这个大局上来着手 大局上来规划 来看待 而不是眼光都很局限 而是眼光有一种宏大 看出大局 我们做人处事 似乎也都需要有一个中观大局 看出重点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这样的一个眼力 这样的胸怀 而不是指现在局部的 这些小恩小德上 君子当国不担心没有恩惠 要看重的是 会不会带来施政的不公平 比如说只是自己的舟船给人家去搭载 但是是不是有更多人 根本没有机会搭载呢 那这样是不是施政上就不公平了 那如果建起桥梁 那所有人都可以通行 这样是不是比较公平呢 除了小恩小惠可能带来的不公平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施政的公平 这是更重要的 凡事正是不公平 毛病出在哪里呢 讨好人情 我们小恩小惠 有搭我们船的人 好像特别受到照顾 但是这样的一个 是不是落入了一个私情 所以孟子点出乐 就是讨好人民 这不可取了 来破除这种私恩小惠 为政要知大体 大宗自政的人政 应当要全体施行 而不可以只是讨好部分 施行小惠 政治的公平公正 那是全天下的人受这个福气 只是私恩待人 只是对少数的人似乎有所好处 其实对全天下 一点帮助都没有 这应该是为政的大忌 要看出一个整体性 公平性 普遍性 我们再进一步 再研究下一章 君子之道恩义为报 这一段也常常被后人所引用 也是发人深省 孟子告齐宣王曰 君子士臣如守足 则臣士君如复兴 君子士臣如全马 则臣士君如国人 君子士臣如土戒 则臣士君如叩仇 各位以前这里话 真的也是很重 孟子对齐宣王的 说明的这种君臣之道 相互应该以恩义为报 如果国君对待臣民如同守足 各位以前我们的手脚 我们会不会爱护 我们当然也会爱护我们的手脚 他跟我们是一体的 所以君子士臣如守足 我们要用手用足 要善用 也要善加爱惜 那臣至至君如复兴 各位前前 点水之恩 勇前与报 这里 国君在上位 臣民在下位 上位带下位 如果能够看成一体 看成手足 手足是一体 是情生 你就是会爱惜你的手足 这时候 下位的百姓呢 那是君就如同父亲一样的 一种亲密 如同自己的肚子 自己的心肝一样的 一种看重 各位前前 君臣相对 恩义为报 君上 是臣民如手足一般的 一体同观 爱护 善用 那么臣民百姓 是君就如同父亲一样的 有一种感恩戴德 有一种亲切 有一种是为自己死 是为自己折死的一种 愿意来报 回报 那再来 你看一层一层 我就觉得孟子真的是 在剖析式里条理分明 他层次分明 第一层就是最好的状态 就是手足跟腹心 是一体 是紧密的 再来呢 君是士臣如犬马 那臣子士君如国人 各位前前 有的国君高高在上 把人民 把臣民当作 犬马来 忽来死去 那在用的时候 犬马跟我们不是一体 是隔了一层 手足跟我们是一体 一体你会爱惜 你怎么不会爱惜自己 但是是从犬马 你就觉得你下位者 你就是该为我服务的 你做牛做马都应该的 这时候可能没有这份爱惜 没有这份疼惜 那这时候老百姓 对啊 是臣民 本来就应该来服务 但是服务感觉到国君对待 让我们做狗做马 这样来服事 但是老百姓的心 就跟我们隔了一层 这是相对的 那臣是君 就会如同国人 君是臣如全马 很疏远 那老百姓臣民是君 也就像国人 国人 国人是当人看 但是很疏远 我们对一般过路的人 也不是你的亲人 也不是你的家人 也不是你的什么人 就是路人甲路人乙 就有一种疏离感 有一种距离感 各位前前 这里也是看到上对下 还是有一份的一个对 一个对照对比 当国君是臣如全马一样的 喝来死去不加爱护 而有一种 有一种 应该说奴役吧 没有那样的一个疼惜 那么老百姓没有感觉到 国君的恩德 所以就当作路人甲路人乙 其实是疏离的 那更等而下之的就是 君之士臣如土戒 就好像这个杂草 这个土一样的 不值一提 没有当作一回事 那践踏土戒 这个土戒是不是被人践踏 也就是国君在士臣民 没有当一回事 而践踏老百姓 这时候 老百姓看国君就如叩仇一样 因为欺压百姓 这时候就有一种仇敌一样的怨恨心 高权这三个层次 国君听起来 是不是也会战战兢兢 当然孟子的说理 他条理分明 那齐宣皇听了 他尤其是讲到士君如叩仇 这个应该心里也不好受 那齐宣皇就说了 说理为旧君有福 何如思可为福矣 就在这个理上面 以前为过世的国君来福桑理 福桑福 那么怎样才能够让臣民为国君守这种福桑福的 这样的一个 尽这样的一个臣民的孝心 忠孝之心 其实也表达有一种说 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 有一天真的是过世的时候 然后老百姓也会有一种怀念旧君 为旧君来扶桑 来守这个孝 忠孝 但是孟子讲 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 就是要 要有 要有对老百姓的善待 也要做到能够有这样恩德 给老百姓有感受到 孟子讲了三个重点 渐行言听 高则下于民 有故而去 则君使人导之出江 又先于其所亡 再来 去山林不返 然后收其田里 此字为山游里焉 各位以前能够让老百姓感恩戴德 那么就是国君做到了这三种 对老百姓成名的一个恩义 做到怎样呢 渐行言听 成名的渐言 好的渐言 能够听从 各位前贤 这里就是 国君的虚心能够受教 渐行言听 还有高则下于民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责 让老百姓施恩于百姓 各位以前施恩于百姓的地方很多 譬如说减轻赴税 譬如说 在这种饥荒的时候 能够正荒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开仓来祭民 当有遇到什么天灾人祸 能够去帮老百姓安顿 这都是高则下于民 那如果老百姓成名 有什么原因离开国家 则军使人导致出江 又先于其所住 又先于其所亡 个人就好比说我们国家有成名 要移居到他国 这时候有特别的原因要离开 那么国君能够使人 因为他要出国他也路不熟 所以我们安排人来引导他出国 而且先到他要去的地方 跟对方的国君讲 这个人很优秀 可以好好的善用 各位以前这是不是 可是也是恩哲加于成名 这个是一种对老百姓的善待 那再来 当成名有去国三年没有回来 然后收齐田里 本来在这个景田制度之下 大家都有分到田地 但是老百姓出国了 你也不能马上就收回这田地 而是说等到了他离开三年 确定没有要再回来 那个田地也不要让他荒废 这时候再收齐田里 另做安排 各位前这样是不是处处都为百姓成名来设想 此之为三游礼焉 你看第一游礼就是 渐行言听高折下于民 第二游礼就是 有故而去 则君使人导致出江 又先于其所亡 第三个游礼就是 去三年不返 然后收齐田里 各位前 像这个样子处处善待百姓 考虑百姓 为百姓设想 如此则为之福矣 你看这个福 福商福也是 福老百姓的心 但是呢 看看现在的情况 今也为臣 见则不行 言则不听 高则不下于民 要让老百姓福商 就是做到对百姓的三游礼 但是对比一下现在的情况 这说起来 孟子讲说 也是真的忠言直见 也是听的人呢 也要有一种荣寿 看这里等于也对齐宣王 直接提出了 说现在的情况 哪里有这三游礼呢 三游礼呢 实际上是三游礼 今也为臣 见则不行 言则不听 做臣子的提出见言 根本也不接受 也不听从 而且呢 高则不下于民 什么恩责也没有让老百姓感受到 这个国君的恩责啦 那有故而去 则君府持之 又其之与其所亡 各位前贤 如果 臣民有故要离开 国家到其他 国家去 那么就把他抓起来 又持一之与其所亡 这个地方跟原来安排人 让他出去 然后先导出去 然后又跟对方国家讲 他多好多好 可以善用他 我们甚至就毁谤他 多不好多不好 而且把他抓起来 好像离开国家 对我们不忠 在这个地方 就是很二代百姓 再来去之日 遂收其田里 哪里有等三年 一离开 这个田里 就收归国家所有了 各位前 对百姓这样的无礼无义 老百姓 此之未叩仇啦 这不就像是 民如草芥 这样践踏嘛 所以就是会 这个臣四君如叩仇啦 叩仇何福之有 既然老百姓 对国君好像叩仇一样 他哪里会去扶桑 为国君扶桑呢 各位前面这话真的也蛮重的 但是却也是 直接了当的提点 我们再进一步探讨 孟子对齐玄王说 假使国君把臣子看成自己的手足 那就会尽心爱护 臣子就会把国君看成自己的心腹 接力来保卫 假使国君把臣子看成全马 也不尊重 喝来死去 臣子就会把国君看成路人 也莫不关心 假使国君把臣子看成泥土乱潮 任意践踏 臣子就会把国君看成强盗仇敌 咬牙切齿的痛恨 各位前嫌 这个孟子的这样的比喻 君臣之间相处 相对的一个道理 可以说剖析分明 齐玄王就问道说 礼经上说 臣子对于死去的旧君 要穿服三个月的商服 那国君的恩惠怎样 才能够让旧臣肯愿意为他服伤呢 孟子就说 当臣子有劝见 国君就能采用 有建议 国君就能听从 使国君的恩责 往下骗及人民百姓 当臣子有缘故 要离开本国 国君就派人护送他出境 又先派人到他要去的国家 称扬他的贤能 使他能够得到任用 并且等他离开三年 如果还没有回来 那才收回他封地跟住宅 这就是对臣子的三次有礼 能够做到这样 旧臣就愿意给国君来服伤了 但是呢 如今做臣子的 有劝见国君 却不见采用 有建议也不见听从 不能使恩责向下加批到人民身上 当有事情要离开本国 国君就到处去捉拿他 搜捕不到 又派人到他要去的国家 破坏他的名誉 要让他走投无路 当他走的当天 就收回他的封地和住宅 这样来待人 这不就是强盗仇敌吗 对于强盗仇敌 那还穿什么丧服呢 各位以前八人身行 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 我们再来探讨 这一章就是劝见其王 要礼敬对待臣子 前一段讲君师恩典 臣报恩义的道理 是从在国内的时局来讲 后段讲 旧臣对旧君扶桑不扶桑的差别 是从离开国家以后来论述 中庸第八章有提到的仁义礼 是先王治国安天下三样最重要的宝贝 孟子全书也都对诸侯王讲的话 不离开仁义礼 这一章是论礼的精神 就在于成、敬、信 而眼目就在于告其王 孟子告其王 孟子因为瞿宣王不能够礼敬臣下 恩衰而礼薄 所以连臣子跑掉了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在乎 所以先提出了守足与复心 要一体相待 这是恩义的满分 那么土戒与寇仇 这是恩义的决裂 最严重就是这个情况 孟子讲重话 那么先王怀疑寇仇的话 是不是讲得太严重了 就提出问题说 为救军服伤的古礼 讲到去世的救军 其实已经恩义没有了 为什么旧臣还愿意去服伤呢 因为报答这么厚重 就是感受的恩义很深远 怎么做到的呢 孟子就提到先王三种礼欲 才能够有成名的感恩图报 古时候的君臣一体 就自然做到三种礼欲 人是辅佐国君的 就好像是君王的手足骨拱 君王不是专宠爱一个人 专宠的话就叫他交恨放纵 不是暴虐成名 战国时期君王专恨霸道 欺武成名 所以孟子把君臣的道理 痛切的直言 也是在警戒齐王 要有所顾虑 不要一点都没有考虑后果 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是 民主法治的时代 即使是掌握了权力的领导阶层 如果没有市民如草戒 土戒 没有去娱肉国民 但是如果 现在当然因为民主法治 不会做到以前军权时代 土戒国民 娱肉国民 应当做不到 因为是民选的 但是如果没有引导到全民去提升达到 礼乐 道德 仁义的 这种人文修养的高度 所谓的平权 所谓的自由 所谓的平等博爱 也很难真正的落实 所以最终提升国民的素质 道德素质 才是重点 这也是当今治国理政 要着力的地方 提升国民的素质 当然我们也要做好表率 民选的政府总是有一个任期 但是掌握在任期职责范围内 做好自己的一个表率榜样 接着上行下效 这一章很简短 孟子曰 君人莫不仁 君义莫不义 事成相似 这就是上行下效了 孟子说 做国君的能依人道来行事 全国的人就会依循 就没有人不依人道来行事的 做国君的能够依义礼来行事 那影响之下 全国就没有人不依义礼行事了 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才会歪 上梁正了 下梁也就正了 我们探讨一下 这一章就是从 存心论君道刚长 而包举百官万名来说的 君臣 国君 君臣 君为成刚 国君是成名的表率 他就是要做好表率刚领 想要天下有人意的风俗 关键权在君王一心的风化 风行草眼的感化 在《易经弦卦团词》里面说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仁义感召和平 公义 公立 会感召对立 所以上行下校 君好人好义 那感召的就是一道同风的天下和平 那如果君就是好公立 那感召的就是大家争权夺利 就征召很多纷纷扰扰的对立 而不是带来和平 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深省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心 是在仁义上 还是在公立的追求上 如果是在公立的追求 那就会争夺 越争就越对立 如果是在仁义上 那就会和平 就会合乎良心 合乎正当 合乎天理 带来的就是 大家各自能够回归本心 克己复礼 天下归人 世界的和平 最后还有一章 就是天理与人情 孟子曰 非礼之礼 非义之义 大人浮为 我们有时候会想 礼不就是礼吗? 义不就是义吗? 怎么还有什么非礼之礼 非义之义呢? 世界上很多的唯义细理 表面看起来的对 你仔细剖析可能是错的 表面上看起来的错 你仔细探讨 它可能是对的 这里有出戏为玄妙 所以所谓的非礼之礼 非义之义 就是要从这个出礼 到戏礼为礼去探讨 那么要能够是非明辨 孟子说 不合礼法的礼 不合义礼的礼 有道德的君子是不肯去遵循的 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一章是辩明礼义当中的中道精神 天下大是大非 这很容易看见 出礼嘛 出礼很容易明白 很容易分辨 但是是当中的非 非张东的是 那就很难分辨了 看是有礼 其实是非礼 这唯一系理 是需要查理精准 才不会误认误职 只有知天命通气术的大人 能生得时钟的道理 其实就是中道 道就是中道 这个礼意都会有一个中道的精神 如果说这个礼意有所偏颇 那么就是非礼之礼 非义之义了 有所偏差 不合中道 那就是有所缺陷 大人也不会依循 大道以真理为依规 学道以分辨是非为要领 所以我们也要在礼路上 不断的向上提升 所谓的礼有出戏为玄妙 出礼容易说 戏礼以难说 为礼还可说 玄妙之礼 那要用心去参悟 不可说 不可说 总之 这个礼要明辨 我义系礼 也要深入去探查 才能够认礼归真正的准 如果礼不合中正 就不是礼 可是看起来又近于礼 这就是不是礼法的礼法 义如果不能通全答辩 那就不是义 可是又近于义 这就是不是义礼的义礼 看起来 明相执着行击的人 都这么做的 好明相执着行击的人 各位前前 我们仔细细想一想 今天学道学礼 我们是死职这个道理 还是能够通全答辩 活泼应识 我们死职这个礼的形象 那就是不可理的礼 各位前前 这个礼的本身有通全答辩 有活泼应识 结果我们死死板板的固守固执 这个不是真正合理的 也不是真正恰当的 要探讨的就是 不要死职固执不通 而要懂得去善巧方便活泼应识 这里面孔子是圣至实则也 也就是他与实俱俱能够通全答辩 这个反应在教育上 他就会因材施教 他不会只有一个死板的方法去教导 他能够应激应援的去教导 这都是一种活泼通全 这也就是这一章在提醒的 不要死职表面上的礼表面上的义 要去把握住一个中道的精神 在这里引用龙牙禅师 龙牙禅师唐朝的一位高僧 他的这一段话值得我们品味一下 人情浓厚道情为啊 道用人情是其知 但有人情无道用 人情能得几多时啊 各位前前人 人情道情 后学也同时想到十六字心吧 人心为为道心为为 为精为允职绝宗 要报仇宗道 大人随事而顺理 顺应时机而处置恰当 所以能立定古今礼意的最高准则 不是充实光辉的大人 在天理与人情的奋纪上 是辨认不清楚的 说起来这一章的要点 就在天理与人情的一个平衡 好 后学体务有限 包括到这里 不圆满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的包含指证 谢谢各位前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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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